这个话题来自《华盛顿邮报》 题目说极右派以色列的定居者 袭击运送救援物资去加萨地带货车 大家看到这些 他们很容易认为以色列人 头顶带着这些东西 这些以色列人很明显抢了这个地方 我们先看看里面是蔬菜 现在他们把蔬菜全部扔出去 在破坏这整架车就无辜了 这个就是5月13日的旧片 在这个月运送去西安 那一次运送去加萨地带 都受到他们的襲击 阻止食物可以去到加萨地带 甚至就是攻击巴勒斯坦的司机 其中有两个要进医院 那他们靠什么呢 有一样靠网上的 这个是他们的Whatsapp Group 因为Whatsapp 初初是以色列的软件 说他们来到的tips 就是来自以色列的警察和军人 这个就是国家容忍犯罪分子 就是在阻碍着本来在那里生活的原居民的正常生活 这个可以显示到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 这个犯罪就应该是非常之严峻了